高市消防局结合环保局劳工局 今在消防局办理高市危险物品场所预防火灾爆炸掌息训练 提醒业者留意场所作业安全 平时落实自主检查 强化预防管理 维护公共安全 记者留心军翻社 分享 高市消防局有建于日本进钢线化工厂 去年底发生爆炸造成14人轻撞伤 中游桃园炼油厂 今年1月底发生巨大爆炸声响 火灾产生污染 造成民众人心惶惶 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结合环保局劳工局 办理高市危险物品场所预防火灾爆炸掌息训练 提醒业者留意场所作业安全 平时落实自主检查 强化预防管理 维护公共安全 高市消防局副局长黄江霞说 高雄市是全国最大石化重镇 石化业除拥有丰厚产值 提高着业人口及创造许多附加价之外 公共安全及环境保护更为市府团队重视课题 消防局指出杜绝事故危害发生 消防局劳检处及环保局跨局处合作办理业者讲习 消防局讲授公共危险物品场所灾害分析与管理 火灾预防作为与责任 环保局针对工厂灾后通报与应变 空气污染防治法固定污染源法规宣导 及劳检处强调石化工厂火灾爆炸预防及案例宣导 高市消防局指出容易造成危害的因素分析 包括有机器设备故障 人为疏失原料鼠依然预报 腐蚀泄漏问题 生产过程中加温加压等都是危险物品管理时要特别注意 透过联合讲习提醒业者注意场所作业安全 依场所制程标准作业程序运作维护公共安全 今天讲习共200名很快报名额满 现场有多家知名化工厂由厂长亲自参与 高市消防局指出透过跨局处联合办理讲习 有效推动政策实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高市消防局结合环保局劳工局 经在消防局办理高市危险物品场所预防火灾爆炸 讲习训练提醒业者留意场所作业安全 平时落实自主检查 强化预防管理维护公共安全 记者留心军翻社分享